听说咱们小区活动广场 物业往外出租那间门面房 你抽了第一名 那第一名算啥呀 我全是风 永征第一 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 我永远都是做第一排 那是你以为你个矮 我跑步永远是第一名 倒数第一吧 你别管倒数第一正数第一 是不是第一吧 行了 我还得给我大姐夫办事呢 走了 你等会儿 大姐夫让你干啥去 大姐夫交代我的事 我有必要向二姐夫汇报吗 走了 你吓我一跳 大姐夫 到处找你 活动广场那门面房 不是你抽的第一吗 那是 赶紧到物业签合同 大姐夫 那房子经过我仔细地考虑了一下 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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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不要了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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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你要不要的话我可以给别人了 给 给给给给给给 真是 走着我上班去了 你说这个人 真是 赵经理 你说说啊 这么大个广场 就咱们两个人 我竟然能碰着你 你说多有缘分吗 真是 小伙子 就我想跟你 哎呀 就是 哎呀 哎呦我的妈呀 你吓死我了 你 怎么回事啊 我这说你今天这个状态不一样 我们赵经理长得就是帅呀 你看看 这个额头都变宽了 鼻梁变高了 你看 他瞳孔都放大了 你看 你给我去一边去 不是 你是不是找我有事啊 有事有事 你坐下坐下 我跟你聊啊 我就知道你找我有事 赵经理啊 啊 活动广场那个文士房 李宝杰抽了个第二名 对呀 他不要这个机会了 让给我了 真的假的呀 真的 你不信 你打电话你问他 那我可问一下啊 你问准了 李宝杰不要了是吧 真不要了 哎 哎 宝杰啊 我赵刚刚的 就是那个 你不是抽的是二号吗 那门面房你不要了 你给于晓俩了 哦 明白了 怎么样 他说他给你是一个人 哎哎哎那倒不至于啊 我 我想问一下 那门面房你要了 你准备干点啥呀 我想干一个 水果蔬菜超市 那个活动广场人多呀 这一锻炼完事 上午那买点菜买点水果 方便便民呢 哎呀 小脸啊 真行 是不是 哎呦你 你这个点子好啊 那这个房子就是你的了 你是这么快就答应我了 你不是敷衍我吧 我敷衍你干什么玩意 你呢 现在跟我去物业 咱们签合同交定金 我那个太快了 等我 我先跟我爸打个电话 先让他高兴高兴 就这个事我给你 哎呀 哎呀 等一下 等一下 亲孩子 真犯 哎 哎赵刚 干啥呀 这个你上班时间不在物业待着 你你你上哪儿村去了你真事 不是你刚才不是刚才吓着我吗 我碰上你 碰不上你 你得在物业待着 你赶紧回来 找你有急事 我按你上班呢 哎呀 好好好 快点啊 上哪儿窜去了这是 小小风 快急死我 这吵吵吵吵吵的 吵吵什么玩意 吵吵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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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刚的 这么大个物业 就咱们俩人 我居然碰上你了 你看我这个运气 这词我怎么听得 这么耳熟呢 哎呀 就这么一会儿不见 我大姐夫 你看这个容颜 哎呀 你看这个鼻梁 你看这个瞳孔 听 听 别往下说了 别往下说了 你是不是有事 大姐夫你坐 干啥 大姐夫 就是活动广场 边上那个门面房啊 我还得要 你怎么又要了呢 刚才啊 我路过了那间门面房一下 啊 我敏锐的商业嗅觉 我又再次嗅了嗅 传递给我大脑的信号就是 这个位置好啊 那顺夫啊 现在这个房子呀 就已经给别人了 张康子 你开什么玩笑 你自己说你不要了 我随便这么一说 啊 你就当真哪 再说了 对不对 我抽第一名 你凭什么给下边的人呢 你站上别动 你这物业的合同都是制式的 我都制 在这呢 这啥 这是啥 哎呀 我一会儿我就到后边 我都踩我 我把定金给交了 定金交了 我心里就踏实了 哎哎哎 说法你别 我是第一 不是说法 是我大结婚也没有用啊 这个人我都答应别 你这玩意 哎呀 你说我答应人家余小脸的 你这怎么整呀 还要啥咋办 你签合同啊 咋办啊 哎 电话打完了 我爸特别高兴 现在已经挨家挨户 输入这个水果和蔬菜了 那个小脸啊 你来一下 你 你知道这个世界 为什么这么精彩吗 为什么呀 就是因为它瞬息万变的 什么意思啊 现在情况有点变化 哎呀 怎么跟你说呢 就是那个第一名啊 现在来了 这个房子第一名给要走了 啊要走了 那能得行吗 你要走了 我给我爸打完电话了 你要走了 你要说这一开始 你不答应我 完全没问题 你现在答应完我了 你变卦 我跟你说 我爸七十了 这盆冷水浇我身上没事 你浇我爸身上 你万一给我爸浇灭了呢 小脸 你你别这么说 你这么说 我挺扎心的 你扎心 我还没跟你讲一个扎心的锅似的 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揣着梦想来到大城市里面打拼 他当上了保安 他的爸爸呀 每天都盼望他的儿子能早点回家 所以他就每天都在那个村口的车站点等他的儿子 一站就是一站就是一天 等到最后一班车也没有等到他的儿子 他十分想念就掏出了手机 跟他儿子 跟他儿子的视频就开始喊 他都怕不着急啊 不敢落后 我一定要跟我儿子团聚 等啊 等啊 又掏出了手机 喊 你说这老爷子知道了自己这个水口巢是开不上以后的多闹心呢 小铁啊 哎呀你这个故事扎我了 把我的心刺穿了 刺穿了 这么长啊 我帮你 你知道这个抽第一号的是谁吗 是谁 你二姐夫 那完了 我二姐夫老够了 他能让我吗 没事 这要是别人抽着还不好说呢 你二姐夫抽着了行 我俩是自己家人 我来弄他 那我跟你讲啊 另外你二姐夫这这最近也变化了 是吧 他各方面都提高了 再有一个最重要的是 他这个买卖这两年特别好 他不在乎这个事 能行啊 当然了 但是对你来说 那买卖房很重要 是呢 我帮你 你帮我 但是你得配合我 我怎么配合 一会儿我把他叫出来以后 你就负责哄多气氛 完了我来说 明白吗 那我给他挖个坑 挖坑 对 能行 他平时给我挖坑 给我挖这么多年了 我得给他挖个坑 我配合你 配合我 第一名 第一名 好谢谢啊 第一名 我订金可是交完了 叫第一名呢 第一名这个名称很好啊 我听着很受用啊 以后就这么叫啊 小脸给扔着 有事啊 没事我在这哄作气氛 不认识 咋了 你是不是又惹我大姐夫生气了 没有啊 没有没有 顺芬 我刚才我 我听到了一个非常真实的 动人的故事 把我的心哪 哎呀就给刺穿了 哎呦妈呀 什么故事能把你的心刺穿呢 啊你给我讲讲 给我讲讲 你想听啊 我当然想听了 哎呀顺芬啊 你讲讲讲 这个呀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嗯嗯嗯嗯 就是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完了到城里边来打拼 他当保安 老家呢 有一个老父亲 已经一百岁了 七十 红托气氛 多红托三十年 这个一百岁的老父亲呢 嗯 就想他的儿子 就想跟儿子在一起 就每天呢 就在村口 那棵大槐树下 等会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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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站起来没有大会儿树 现在的 现在的 他就等着儿子 好好好 那有一个公交站 他就等啊 等啊 等 直到公交站 加班 没有见到自己的儿子 拿出自己的手机 跟孩子视频 看着他的儿子 他就喊 这小伙子就想说 我什么时候 能跟我自己的父亲团聚 但是这个父亲 他很要强 对吧 他觉得我来了 我得干什么呢 好不容易 有这么一个门面房 又不行了 哎呀 这个老爷子 就再次拿出了手机 跟孩子视频 看着自己的儿子 再说 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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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你说这个 扎不扎人 扎漏了 大姐夫 这个年轻人跟哪儿呢 一百岁的老父亲跟哪儿呢 你什么意思 你把他叫过来 我要跟他们见见面 见面干啥呀 我要让他们父子团聚 七分 七分 说分啊 咋的 说分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这位年轻人 就是他 二姐夫 是我 小脸啊 嗯 原来你就是那个 儿啊 赵刚的 哎 为啥不早说呀 啊 我要早知道 是小脸要这间门面房 我跟他争啥呀 啊 哎呀 总是说献爱心 献爱心 不是说出来的呀 那是要有行动的呀 七分 行了 啥也别说了 今天 我就要把这份爱心 传递下去 小脸啊 接心 哎呀 哎呀 小脸啊 我把这份爱心传递给你 好 这样 我刚才到财务 已经把定金交完了 你把定金退给我 好的 小脸 门面房你的了 签合同 签合同 等等等 多大点事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 小脸 现在啊 嗯 赶紧签合同 完了把定金一交就完事了 嗯 我那个钱呢存的定期 我取不出来 哎呀 哎呀 没事 定金已经有人替你交了 谁呀 你别说话啊 继续鸿河气氛 行吗 我过去就鸿河 顺风啊 咋的了 咋的了又啊 行 不是那个干嘛 这首大成的电话 我带着红桌鸡份呢 我过去 干啥呢这是 哎 哎 呵呵 是不是啊 哎 大姐放 刚才那个故事啊 啊 还有个续集 哦 那你讲话我听听 那个门面房已经鬼了这个小伙子 啊 但是这个小伙子他就突然发现 他的钱 存的是定期 定金就没法交了 门面房就又不是他的了 他的老父亲一百岁了 哦 知道这个小伙子 跟他儿子诗品 他冲着他儿子说 哦 儿啊 定金了 定金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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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放 让一百岁的老人歇会儿吧 你那钱都是定期的 对对 取不出来 没错 对 算我的 气氛 不就这么点小事吗 啊 小脸啊 以后 你一百岁的父亲 跟你没关系了 啊 你的父亲就是我的父亲 我来为老人家养老 啊 房子 跟你没关系了 嗯 啊 我一定会让老人家把店开得好好的 啊 七分 完了吗 到到到 停 停 小事 不是不是大事 哪去了 什么样子就房子给你了 我我爸也给你了 我啥都没有了 啊 啊 房子是你的 啊 爹也是你的 啊 我啥也没有了 你是老板 对 对 我是老板啊 大姐夫 你是老板 你交代我的事我已经办好了 哎呀 都办完了 对啊 太好了 小脸来来来 钱盒子 钱盒子 大姐夫 这样吧 咱们赶紧带二姐夫和小脸 去看看房子 对对对 看房 看房 对对对 小脸啊 咱得好好把这个房子好好装修一下 是是 关键得弄得暖和一点 嗯 毕竟你的老父亲一百岁了 没有没有 二姐夫 我要跟你说清楚 你说 其实我爸七十 差三十呢 哎 那站在大槐树下 呃啊 大槐树 没有大槐树 我就七十 那都是赵经理烘桌机 轰出来的 上网子 他居然敢给我挖坑 你那故事里边到底有多少水分 你给我刹车